在高等法院就著一宗串流顛覆國家的政權罪的案件 作出了一個判決的 在47名被告裏面45個人是罪名成立 其實有31個人在案件審訊之前已經認罪了 14名人士在受審之後獲判是有罪 這班人他們想串流參與立法院選舉 目的就是無差別地去否決一切我們的財政預算案 和一切有關公共開支提出的議案 希望透過這個做法強迫特首解散立法會 強迫特首辭職 目的是要癱瘓政府 如果這個做法就無可避免會造成香港政局的不穩 會導致香港會出現這個憲制的危機 令到社會經濟民生是受到衝擊和極大的破壞 這個破壞是災難性的 透過一些大規模一些街頭的暴動和其他的手段 令到社會是陷入平頓 他們為了達到一些個人的政治的目的 不管香港市民的死活 他們這樣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出賣香港人 是極其的醜惡 醜陋和惡毒 法庭也都清楚看到 這個35家顛覆國家計劃 就是要利用這個計劃去破壞 摧毀 或者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 還有我們香港特區是根據《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所建立的體制 在這個審訊裏面我們都清楚看到 任何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都是難逃發望的 律政司也都表明 會就那兩名是證據不足的人士 有提出上訴的意向 和《一國兩制》所建立的體制度 在這裏所建立的體制度上